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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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你以后就是我的了 但是 如果你对我不好的话 可能我随时会跑路 让你无药可救 好 走吧 现在去参加靖小姐的婚宴应该还来得及 刚好去见习一下 见习什么 自然是为了我们的婚礼见习了 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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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喝也罢 回忆在时光里停泊 太多话不如承诺 情愿一个人去承担负荷 就算陌路擦肩而过 也不愿伤口被解脱 回忆在时光里停泊 任往事深深吞没 就算有多留恋有多不舍 泪总无声安静流过 任由天使终会懂得 伤痛在沉默中 伤痛在沉默中 愈合 然后再来 这次就能够一顶 你也会被损伤 然后再来 你也会被损伤 你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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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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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兄 秦兄 照顾不中啊 请 今后 我就不能一直陪着她了 以后她想吃糕点的时候 我都不能随时给她做了 那自然不能跟以前一样 你现在 已经不是近视标记的小厨娘 而是我听情愿的夫人 刚刚 小姐的喜福 真好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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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 喜欢那套喜福吗 我 我可没那么说啊 夫人放心 待你我大婚之时 你的喜福给你比她的更漂亮 诸位 诸位 今天犬子大婚 玉某在此 多谢诸位英雄 不远千里 来我桃园古庆和 今晚 咱们吃喝尽兴 不醉不归啊 好 恭喜 恭喜 来 吃好喝好啊 多谢 少谷主与金小姐姐情境之好 实在是可喜可贺 此今代表九重幽宫 祝贺玉谷主 此等良缘的确是武林一大姓氏 我九重幽宫自然是要来诚心祝贺 阿七 他来做什么 这位是 这位是 九重幽宫的黑云使 同时也是少公主 晴云尊座 全子大婚 既能得雪月使和少公主 齐来庆贺 我这桃园谷 顿时是彭壁生辉啊 少公主 快请坐 请 此番来庆祝的 不仅是我与雪月使 还有一位 我九重幽宫失散多年的大弟子 五年前 我宫上任雪月使阿初 意外失踪 在近日 我们有幸在桃园谷找到她 她就是 金百万 我 这 不是 金百万怎么会是大弟子啊 那人不过是 金氏镖局中的一个小厨娘 少公主不会是搞错了吧 少公主 恐怕真是搞错了 我们家百万 怎么会是九重幽宫的 雪月使呢 此事千真万确 诸位若是不信 问问现任雪月使 我九重幽宫雪月使 历代只有一名 手腕上都有一个这样的红月标记 还有个标记 这就是标记 金姑娘若是不信 看看自己的手腕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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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 的确跟我的一样 真的啊 大师姐失踪多年 未曾想 被金总标头搭救 九重幽宫上下 感激不尽 看来今日 不仅是金总标头嫁女之喜 也是我九重幽宫 与金氏标决的相结之喜 此乃 双喜临门啊 恭喜啊 金兄 恭喜恭喜 恭喜 你区区一个印记 就妄下定论 我看少公主 未免有些武断了吧 对 居院主说得对啊 少公主 此事重大 还望少公主 能够仔细地调查清楚 若是诸位还有仪役 等大师姐随我回宫上 景元尊上 自会为其证明 金百万如今是我听情愿的人 更是我屈某的夫人 绝对不是少公主说要带走 就能带走得了的 是 大师姐失踪五年 宫里上上下下一直在昭徐 我也是奉尊上之名前来 今日 我必须带她走 照你这么说的话 你就是要强行带走曲某的七次了 阿城 阿城 恐怕这听情愿 也无法阻拦我九重幽宫弟子 重回师门 如果你要如此横行霸道的话 那去吗 自然不能让你带走我的妻子 好 только 持人 嚣四 别动 岂有此理 桃园谷大喜之日 他屈征 竟然使出如此手段 根本没把玉公主 你放在眼里 话可不能这么说 也许屈院主 他有什么顾虑呢 这九重幽宫的人 去哪了 少公主和九重幽宫的弟子们 一早便辞了刑 说是必须马上回去 将昨夜之事 禀报给景渊公主 为了一个金百万 这屈征 竟公然得罪九重幽宫 按理说不应该啊 金百万与听秦院联姻 他重返九重幽宫 对听秦院 不也大有好处 是啊 要不正说明 他一定是心中有鬼 你瞎说 屈院主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苏神医你还替他说话 说不定金书和雪莲的事 也是他做的 还说什么调查 我看就是坚守自刀 你们血口喷人 对 丘儿 是我 这方才场合皆是江湖人士 丘 金小姐实在不敢冒失露面 谁让你们什么都不告诉我 我当然想弄个明白了 这江湖事物 本就不需要夫人来操心 夫人就要当一个 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吗 你已经嫁入到桃源谷了 就是我桃源谷的少夫人 这在人前 就哪怕你是假装的 我也希望金小姐能够恪守复道 安分守己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要跟我演一对假夫妻 对吗 我 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少国主 查到了 查到了 我已经查到了去院主 跟金小姐的下落了 这是哪儿啊 你们谁啊 给院主夫人行礼 什么情况 院主吩咐过了 让夫人先好好休息 院主 阿张 他人呢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给夫人请安 夫人吉下 夫人万福 夫人吉安 这是哪儿啊 还要问吗 这里自然是我听情愿了 听情愿 那阿张人呢 他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 阿张他 他刚回来 自然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他让你别着急 把他当自己家一样就好 不对 他那时候动了舞 他不来见我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呀 你先别急嘛 我去给你准备点好吃的 你们还不快陪我夫人 是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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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张 他怎么样了 他可活蹦乱跳了 反倒是你 那碗中毒尚未痊愈 又勉强使用武功 实在太伤身了 我没事 百万的事情调查得怎么样了 密报上说 九重幽宫的确有一位 叫阿初的大弟子 在五年前失踪 可是时机会不会太巧了 是不是我们已经被暴露了 所以他们在谎成 金姑娘就是阿初 想要来对付我们 不 他们并没有撒谎 他的确是九重幽宫的弟子 什么 他也是那个面具杀手中的艺人 那 当年的灭门案 不是他 事发当时 他和我一样被困在了山羊 而且 是他救了我 爹 娘 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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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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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ating 请 你们是谁 你们竟然为了不愿真情 杀害我全家 你 你 你 亦菲 亦菲 雪大人 这是何意 此人乃屠杀 徐夫满门的凶手 他绝不是凶手 可这是尊上的命令 我自会向尊上问个清楚 还不快滚 我过来 阿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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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当年我的父母 就是担心有此一劫 所以将经书的最后两页 放到了七贤秦的宫持部中 若是景渊拿到了这本经书 那后果不堪设想 那个景渊 实在是罪大恶极 可这么说来 金姑娘的失忆 也和景渊有关 她一直以来都受到她的蒙蔽 为她所驱使 五年前 她应该是发现了端倪 违背了景渊的指令 才会失忆的 而后 德行被金氏标局所救 那咱们接下来 该如何对付景渊 此时此刻 雪莲应该在她手中 这么大力 够大享用的 公主 这就是天山雪莲 是 有了她 公主的身体必能痊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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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公主身体痊愈 总算是还有一个紫巾可用 也不枉费把她升为我的雪月使 是啊 不仅雪月使办事稳重 少公主也是年少有为 公主 由此左膀右臂 定能早日实现 称霸武林的宏图大击 晴云知道 你每次来我九重幽宫 所为何事吗 公主放心 少公主只知道 我定期来为公主调养身体 别得一概不知 你要是让她知道 我每次闭关的秘密 小心你性命 不敢 报 尊上 属下有钥匙禀报 说 薛月使传来消息 在桃园谷 发现了失踪多时的大师姐 阿初 你说什么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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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他为什么也不陪我吃饭啊 一声不肯把我带回来 什么意思啊 实在是因为院主闻中事物繁忙 你也知道 男人要以事业为重 那是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好好吃饭吧 阿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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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阿张 阿张 人呢 百万 这才几天没见 百万这么着急找我啊 到底怎么回事 百万何出此言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跟我说实话 你别想瞒着我啊 我看看 我就知道 你把我带回来又不见我 肯定是伤势又变严重了 药呢 我给你上药 真的是 你有没有想过 或许我只是 单纯地躲着你罢了 当然想过 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 肯定担心我看到你的伤势 我自然得好好照顾你 况且 况且什么呀 你说过 我们的婚约 也可以弄假成真的 你既然是我的夫君 我自然要好好对你 一直是你在保护我 我当然要好好照顾你才是了 好啦 你的伤口 疼吗 这话不应该是我问你吗 我在客栈帮你换药的时候 才看到你身上 大大小小的伤 我知道 小姐也跟我说过 但她说 可能是以前 谁对我下了毒手 所以才这样的 我知道 遭遇至亲之人 背叛 还有欺骗 要比你身上的鞋烧 还要同牌被牵牵 什么背叛 什么欺骗啊 白娃 若是找到 当初带给你身上那些伤的人 你会怎样 我曾经也的确想过恢复记忆 但我觉得既然我都忘了 也离开那个人了 我还遇到了小姐 遇到了金氏镖局的人 他们都对我那么好 既然过去那些事情都忘了 那我就过好以后的每一天 不就行了 过好美一天 不对 怎么又扯上我的事了 你别想蒙红过关啊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阿七说我是九重幽宫的人 你为什么又要把我带到这儿来啊 那番说辞 百万相信吗 事情都太离奇了 从押送经书开始 青松刻已故 经书也是假的 我们还在桃圆谷被人追杀 九重幽宫也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门派 又忽然说我是他们的大弟子 的确不得不让人生疑 百万的头脑果然清楚 但是 他们说我手腕上印记的时候 我的确有过动摇 区区印记 造假不难 更何况 空口难以为证 所以啊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正如百万所料 九重幽宫的人 想要强行将你带走 而我 急晕了他们所有人 所以你的伤势才变严重了是吗 果然谁都不能轻信 除了京师镖局 就只有你了 可百万不也说过吗 最不该信任的 就是我这痴贼火 那是在约定婚姻之前嘛 再说了 我们现在都已 你了 药都敷完了 赶紧把衣服穿好 四肢无力 看来 只有百万能够帮我 你 做事情要有始有终嘛 这衣服 是谁扯开的 就应该由谁系上 风雨吹起 谁静静有梦里 倾听你父亲 拨通着我心绪 陌生又熟悉 如此洁净 我依然还没有清晰 记好了 早知道受伤 能够受到百万这般 温柔的对待 我就应该早点受伤了 你别瞎说 你夜已经生了 你早点休息吧 我明天再来看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不送你 我心难安 你偏偏降临 守护着我前行 我偏偏逃避 总会做你心意 风霜静静 从今往后 我必会让你开心的过好每一天 再不被从前那些血型 愁恶所困扰 还放 Enter 停歧空 进到最罪 scholarship 發觉 作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下也封锁你所有 就算我失去一切也绝不后退 重逢险真的对类 自疼了望不选出口 结局连骄傲也全部失守 别问理由 爱就无悔 这一路生死相随 你有我陪 自疼了望不选出口 结局连骄傲也全部失守 别问理由 爱就无悔 这一路生死相随 你有我陪 你有我陪 谁在家里有发生的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